我现在高压已经达到200了 那我是不是就得吃阿斯匹林 作为这种保健呢 可以预防系统血管疾病了吗 可能大家也有一个误区 就是认为我这个血压高了 我就应该吃阿斯匹林来预防 那我血压低了我就不需要来预防 这个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比如说我的血压 我们是按照这个不同的这个数值 来做了一个升级 这也是帮助我们 所有的高压病人来了之后 我们帮助判断它的就是危险度 就是这个病人 他是不是合并把器官的损害了 他的血压的这个数量 不同的这个血压的值 然后给他做了一些 危险度的一个分区 那确实是比如我们正常的是 差不多140到159是叫一级的 然后160到179是二级 那收缩压到180以上就三级 那么越是危险度高的人群 一定他就有危害就一定大吗 不一定 他比如说我是高压 尽管是一级 但是我出现了送功能的损伤 合并了糖尿病 而我一个单纯高压三级的病人 我就单纯是我高压 他们的危险度实际上是 一级那个病人 合并了糖尿病的人更危险 他是要综合判断的 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值 而且尤其是血压特别高的时候 你这样的这个数值 我们需要把他血压控制下来 才能吃阿斯匹林 不然的话在比如是高压三级的状态 他本身这样的病人 是容易形成小的动脉瘤的 那我这个时候吃阿斯匹林 可能还促进他出血的这种风险 会增加的 所以并不是说我血还越高 我就一定要进行用阿斯匹林预防 而是要判断 他是不是合并了其他的危险因素 那就是血压的数值 这个分级仅仅是其中一个指标 所以不作为确定你用不用阿斯匹林 进行一级二级预防的唯一指标 对对对对 如果除了